给你们看 你们来猜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现在就是要祖宗啊 真的有风哦 诶 这有风诶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 打鱼 有团框 怎么最近是团框 诶 诶 那我们今天要做我们的 今天我们不拍二者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伟大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来为你们 开箱一些 你们觉得应该会好奇的东西 你们会觉得啊 这个东西啊 是有一点 不需要存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啊 就是满足那些 可能怪怪啊 还是有怪怪思想的人啊 对 所以我们就上网 讨论一些东西回来 是 我们就订了一些黑科技 因为有时候人会在那边想说 诶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的 我买了 会不会砍雷叻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我们的 第二个 123 这个很大个 其实我们自己都 还没有打开来看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 可以 给你们看 你们来猜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啥呢 我就读给你们听 对 什么来的 其实我这个在买的时候 我就想这个应该是那种 chip chip的东西啊 然后没想到它来时感觉 它的外形全部都还算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面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东西叻 它好像是一个衣家 它可以8个小时干衣啊 什么模式啊 什么杀菌啊 这真的很能用吗 它是直接帮你吹干衣服是吗 好像是这样叻 好打开来看看 诶我先跟你们讲啊 这个绝对不是业配啊 自己花钱买的 测试看一下这种黑科技 到底有没有用 这东西不便宜耶 好我们打开来 Hello 好像买iPhone这样耶 OK我打开 哦哇 好像很厉害这样耶 OK这边有一个双明书 这是什么来的 等一下我把全部东西弄出来先 OK现在这个就把它推开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是插头 这是要挂 瑜伽啦 这个 这个是飞机啊 那个旁边的翅膀 是 所以这个一个衣架 可以掉很多件衣服的意思呢 不行 就这样子吧 这样如果 那个人很多件衣服要洗 不是要买很多个 要买很多个 一件衣服 就要买个百多块的东西 来掉着 哇 好就是这样子 都就等开店罢了 OK现在呢 我们就去测试一下 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用 所以Let's go OK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衣架挂了 其实这是猫猫的衣架耶 然后它吃了我们就挂上去了 也差点电 所以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到底呢 它按了过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 好来 3 2 1 Go 真的有风喔 诶 这个有风耶 但是还是这个是热风 我觉得它的风有点小耶 这话它风有点小 突然间想到 如果你多件衣服 你不知道 很多的插头 这个很不make sense 诶 有没有 弄件衣服快点甘子啊 可能是急用啊 真的 只能让我隔天要穿 然后我今天的衣服才洗 但是它的衣服太小了 就算它隔夜喔 我都觉得 不会 可是我个人认为隔夜八九个小时应该可以啦 OK不要紧 现在呢我就先拿一件 测试 啊测试哪一件猫猫的衣服 小尖一点啊 来看它到底有没有 作用啊 我发现到耶 它红色是热风 老色是冷风 冷风吃进你的都 现在我走起有去哪一件衣服 走起我们试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 OK现在呢 我是准备了猫猫的衣服 我已经弄试了啦 好可爱喔 猫猫的衣服 试一下 夹这里 夹这里 然后在那边 我把它打开 来打开 嗯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啊 到底它用多长的时间呢 才可以把这么小件的衣服吹干 嗯 诶小件如果它用很长时间的话 这大件就要用更长时间耶 OK啊我觉得其实很像是这里会先干 因为它只吹在这边 它这种啊 它这种风啊 就像什么东西 去厕所洗的时候啊 然后弄风干的时候啊 啊弄风 然后特别小风的那种 是 它的温度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好就是哦 你看它有这个紫色灯这样的嘛 它之前其实是在杀菌 哦它是在杀菌 对它是在杀菌 我觉得这个它是蛮好啊 今天黑科技还算不错一下 算不错啦 说真的啊 不要紧 现在我们就先去休息 然后我们就继续给它这样吹先啦 我看 我现在是 4点10分 我们看一下哦 5点它会不会赶 对 OK 好 OK 现在呢 我们已经割了 一个小时半 有哦 有一个小时半 是它看了一部电影 是 来 现在看一下这个成品到底怎样了 哇 完全干了啊其实 OK 一件小件的衣服哦 它要用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啦 完完全全干了啊 对 完完全全干了 然后我再想一下哦 如果成年人的衣服这样大件啦 我觉得应该是要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超过8个小时啦 不用啦 我觉得5个小时这样就OK了 OK 现在呢验证 它其实是可以烘干一件衣服的 是 就是你 很紧急那种啦 对 才用的啦 不是每次都要用这个衣服的 我觉得很适合去旅行的时候 那种女孩子可能要洗那种 呃 你懂啊 那种妹妹的东西啦 洗那种衣服之类的 很好用 我现在要来 Fest Cut它也可以那个除臭诶 除臭鞋子诶 它不是不是烘干鞋吗 烘干鞋啊 然后也可以除臭杀菌鞋子 OK 所以我就要放一下啦 拿一双打打最臭的鞋子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要组装它 这里要弄好了 它就是可以塞两边鞋咯 啊 只要修一下 你要修一下这件鞋臭嘛 这个应该不是拿来挂了 挂 你要怎样挂啊 应该不是挂 应该这样放住吧 啊 这里就 我觉得这个不是挂住 这个是直接给它放在地上诶 啊 放在地上 所以就这样子 可是真的有风了咩 有 你看你摸到里 真的有的呗 是 这里是有风啊 有诶 但是鞋子拿来烘干 不过很奇怪咩 还是那个鞋子因为试了 才拿去烘干 我觉得哦 这种是应该是 那种很多脚汗的人哦 是 那种脚臭的 这样你脚臭你放下去 这样子等一下这只东西也臭了啊 而且我买的时候哦 它是没有的另外买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最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放在鞋子上面 有点不靠谱 我觉得不行 里面烧烧了咧 有杀菌能工的 又拿成本身定义我的鞋了 OK 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只东西 这个黑科技到底值得买咩 值得买咩 值得买咩 诶 还算不错啦 如果有常常去旅行的人 在外的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一只 拿来烘干衣服 我觉得是OK 但是鞋子我觉得 没有什么用处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的黑科技啊 就到这里去据爸爸 然后我们会陆陆续去做 这样子的黑科技的影片 你们如果想要看什么样的黑科技 你们也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器材啊 黑科技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是有买了蛮多过来的 我们还没有拍影片给你们看 所以希望我们期待我们的影片哦 所以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新单元 可以向黑科技 这个黑科技其实只是还好吧 我们陆陆续去 有更够力的 另外我们会到达857的时候 我们会送出iPhone 12 然后我们在近期内也会抽 我们800千的iPhone 11 Pro Max 所以你们敬请期待 Let's g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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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llow you I follow you